所以说讲国学,讲为人处事道理,这种的老师是最难的,但偏偏这些是人生最重要的,你既选择了这条路,就要受大家所有人的监督。 说过,好像你说出来,不一定你能做到,但是这些真的是美好,高尚的,那大家就去学好了吗?至于说我本人做不做得到,谁管呢?那不行,偏偏这个人就拿这些来要求你。 不过话说回来,这些真的是好事,那一层对你更大更大的挑战,要么你就不要做这个,那要么就有众人的监督嘛,不断的真正提升内在本资, 根本的自我,但是,不代表说,你光明了什么话都可以讲,在分场合,有的有多严重,太直就不好,只能潜移默化的。 小众传播,对你至亲,至友,可以无所不说,但有一些,在公众场合,主要是,就不太好。 对不同的人,也要讲不同的话,讲如语,他能听得尽,才有用,才有效。 你哪壶不开替那壶硬是要这样的话,心理承受能力很强的人,真君子,绝对是好,知错要害,那一般人都想往身上贴点筋,都想听两句风口。 不分男女,男人只是外表的表现出来,女人看似好像大家都喜欢这样,听觉得动物吗? 有些话呢,有些越重要越,又不是轻易能讲的,而且还有一些呢,私分阴暗的,不是对谁都能讲的。 还有一些,还有一些,特殊情况,甚至你自己发生的不好的事,也不能讲。 对天对地可以讲,对人就是不能讲,甚至永远都不能讲,只要你还有一口气,只要你在人世间,就不行。 那你说怎么办呢?发泄,想办法,天地鬼神知吗?你自己内心知吗?你发泄出来,有一种,什么唱歌啊,或者是,搞一些自己喜欢的赞赞金啊,也是一种排泄,你说不行,我一吐为快,直接。 那就,对着静子讲,就像我们现在人,也许没人我也会录。 就是因为,就是因为练练子讲的,为我们以后真正,讲的更有效了,对大家更有用,做准备了。 也是抒发吐了一口气 也管用的 其实你发现对很多人讲的 就好了 不管他听不听得见 好像就舒服了 人他也是需要进 需要出的 需要调节的 有些人不听他讲 就是他很委屈 他很多 当然了有些承受能力很差的 什么都讲 做不了大事 就是这样 所以再强调一句 这个很重要